可愛的汪瞄針織領巾 花朵設計的造型夜燈 還有佈置的明信片 各具特色的文創品牌 充滿設計感與創意 跟著信義區區長的腳步 探訪松山文創園區 發現這處由水水文創與松菸 聯手打造的台北文青新基地 信義 松菸 吳慧強博物館 一直都很秉持著創新文創的 這樣子一個角度 引入各種的資源進來 那這次的水水市集進駐 其實它有很多的首創 然後有很多的創意的攤位跟內容 那也歡迎大家常常來這邊逛逛 那之後松菸也會陸陸續續 有一些創新的作為 包括夜間開放 還包括我們明年的燈結 其實也在這個場域 那希望大家有空都來這個地方 然後感受一下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跟創新的感覺 對 我們主要的話文創品牌是蠻多的 那大部分的話都是手作類型的居多 那我們有主打就是像可能食品類的 或是說香氛造型類的 或是說布包的那種編織類的也都有 對 都可以來看一下 我覺得蠻有趣的話是香氛類型 我本身還蠻喜歡的 對 因為香氛類型的話 他們有分衣物噴霧香水跟香氛蠟燭 那本身還有分比較細像 可能木質香果香或是花香等等的 外面可能比較不常見 對 男女生都通用 然後擺在家裡或是說平常用都是很合適的 所謂文創品牌進駐的部分 那我們還是有大概有30 現在30幾家 將來大概會擴大到50家的台灣 或是國外的文創設計師的品牌 那在這邊長期的進駐 這邊它其實比較像選品 就是它是每個品牌有自己的一小區 那小區它就是這邊的品牌會是以市集的品牌 然後他們可能開始會有實體通路的進駐 但是它初期的商品量可能沒那麼高 沒那麼多 所以我們就先用可能一區一區的 就是比較主題性的分區 然後讓它就是進駐在所謂的 我們有分大國跟小國 但是這些進駐之後 它將來下一步可能再往 可能是像進到松原的風格店家 或者它將來會到其他外面的商場 去所謂的社會 像手作品牌的部分 其實一直是我們不管是風格店家 還是松原小賣所 都非常強調的一個環節 那其實像松原小賣所裡面 水水生活 他們這次招募的這些 進駐的這些品牌 其實也都是台灣這些 手作的文創業者 他們能夠有一個載體在現場 能夠呈現給面對一般的民眾 能夠讓他們有更多接觸的這個機會 像香氛蠟燭的部分 我們就是有跟設計師有 就是聯絡說可以手作的部分 那他們就是從設計師那邊的官網 去做線上的報名 然後跟我們這邊預約時間之後 就可以手作就是線上的蠟燭活動這樣子 延續松煙扶植文創品牌的精神 水水生活也規劃了一個專屬區域 每個月提供一個文創品牌 模擬開店深耕品牌扶植計畫 那同時其實他們本身還是有 還掛了我們園區一直在推行的 一個品牌扶植的一個計畫 他們藉由100每月的方式 能夠讓不同的文創品牌 能夠在裡面去接觸 實際他們未來如果成長 去向外面的通路去設櫃的方式的 一種先前的一個試煉這樣子 原本收音小賣所它本身就有很多 文創設計師品牌進駐 對它以前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那我們現在就是承接了這個理念 那再加上就是我們在更深入的品牌扶植 就是我們會幫文創品牌做 就所謂的就是扶植店 就是讓它在自己設櫃的之前 我們先模擬它開一間 它自己的櫃自己的店面 那它可以知道說 品牌的進櫃的一些SOP 或者是在銷售上它要注意什麼 那它變成說它將來設櫃 它可以有一個完整的一個概念 對那它不會說走太多的冤枉路 那設櫃其實我們常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進駐過後 我設櫃就是我的下一步 但設櫃下一步其實它並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設櫃它就不是說 我商品選品放到一個定點之後 就可以開始去運作 因為設櫃它有很多美感 比如說我人員的配置 或是我商品的調度 SOP甚至我的那個庫存量的抓 抓的這個庫存量 安全庫存 或者是像可能 比如說我的是不是有些節慶 或是有一些 擋期的運作 對那甚至到就是最最基本的 成本的那個換算 怎麼去拿捏 那其實這個很多 我們過去發現很多品牌 在進櫃之後 都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它商品可能不錯很好 但是可能它在經營上面 它沒有經驗 所以就變成導致有些品牌 在設櫃初期 它可能就已經被淘汰掉 被市場淘汰 但是它被淘汰的原因 並不是不好 而是它只是沒有經驗 所以我們就想了 跟SOP合作這樣的方式 就是我們用我們 我們訓練水水生活 訓練好的 所謂專業的銷售人員 去做銷售 跟專業的策展人員 去幫它做策劃 那它可以在最 應該最有效率的方式 會知道說 我的商品怎麼去進駐 我的商品怎麼分配 甚至我的櫃位怎麼擺飾 去做所謂的這樣子調配 讓它可以有一個 模擬的一個機制 就變成說 我不會花很多成本 去繳學費的概念 對 就是我們是用這樣的方式 去跟設計師溝通說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去進駐 會讓它比較不會太辛苦 初期不會太辛苦這樣 來這裡除了可以感受 文創品的魅力之外 未來也將配合 松菸夜間營運 在夜晚融入音樂表演 小劇場演出等形式 變成一處多功能的 藝術空間 那其實這也是要因應 就是大巨蛋即將要開幕 那以園區的角度來說 我們當然是期望是能夠提供更多 夜間服務的內容 去迎接到時候即將要到來的 這些夜間的人潮 那因為過往來講 園區的展覽大部分都是 直到六點 那我們當然也是希望 提供不論是餐飲 或者是課程體驗等等的面向 能夠讓經過園區 駐留園區的這些民眾 能夠有更長更舒適的一個 在園區的這樣的一個體驗這樣子 就是國父紀念館 然後松菸大巨蛋 然後包括我們的南村 我們這一個整個新一計畫區 都會是我們的主燈的一個展場 那它是一個都會新的一個展區 所以呢這個燈結 關城區現在也在整合各項資源 來去投入 那我非常的期待 這個松菸這邊的這個燈區 一定會很特別 包括這個未來的這個大巨蛋 還有我們的那個松菸五圍牆博物館 它會整體一起規劃 包括旁邊的這個 這個國父紀念館 它都會有一些串連 然後讓民眾呢 可以在這個地方好好的逛一逛 然後再搭配可能比如說 我們週末會有一些駐唱啊 一些表演 然後跟晚上慢慢也會開放一些 可能小型的劇作演出 在這個場域裡面 就變成是白天它是一個營業空間 那晚上可能是一個小劇場 是一個多功能的 跨領域的一個藝術空間這樣子 這都是會有無限的可能性 因為其實他們也是會因應 到時候夜間活動的內容 去做一下他們裡面 空間商品服務的一些調整 比方說到時候可能在晚上 會有一些簡單的餐點 可能會有一些酒水 能夠讓民眾 能夠有個更舒服愉悅的一個 不論是下了班 或者是說假日的時候 能夠來這邊 能夠跟三五好友一起聊天 一起體驗一些現場的一些課程 或者是講座這樣子 松山文創園區 歡迎民眾來探索 每個文創品牌的魅力 感受藝術來自生活 生活體會藝術的精神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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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